正当港产片表现的创意枯竭,只重复着以往成功模式之时,其他亚洲地方电影已然一军吐气,创意澎湃,港产片这个前东方汉里活成了失落废墟。 例如近年台湾笑片即懂得掌握喜剧节奏,步伐佳作,关于我喝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请问,还有哪里需要加强,以及本片,旧派的轻松开怀,更让笔者找回酒为了的捧腹大笑感觉。 而韩国电影也日趋,汉里活化,记忆专业,单看近月的就餐的是Ransomed,The Moon,紧急营救,The Moon,制作水平之专业性,其他亚洲国家便难以望其向背。 就连最不起眼的泰国电影《意图非猛进》,早于十年前,大家已对泰国当地的广告片之创意澎湃大表惊喜,他们更把这种创意,带到电影世界里去。 例如近年的经历片如《租下》,青春片如《出猫特工队》,厨艺片如《Hunger》等,军舰走偏锋,派出新点子。 反观港产片,虽然年初的毒蛇大壮,票房破译,或许纯熟虚火,其后大多数港产片,无论票房口碑皆溃不成军。 笔者便一连看了三部模式题材大同小异的港产鬼片了。 另一方面,大家当会发觉,串流平台如Netflix等含有投资拍摄港产剧集,除了粤语对白有其限制性之外,外国观众对港产片或者香港电视剧的观感好坏,也能间接反映出来。 而在云云题材里,喜剧当然最难拍,人才多寡更正更成关键所在,导演编剧的脑袋必须肆无忌惮,敢于拿任何东西开玩笑。 但要有一群化腐朽为神奇的喜剧演员支撑大局,香港现实正好严重缺乏这些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党产笑片不但烂笑话也欠缝,就连比较容易驾驭的轻松爱情喜剧也失去踪影,在过去三年里,笔者仅记得一部原路山嘎啦而已。 反而台湾片近十年以来却打出新写路,特别是炮制那种夹杂着台与对白的温情笑片岳嘉德新应手。 他们更拥有一群出色的老中青喜剧演员,于大小小片中频频发工,观众单见到其出场已经忍受不惊,例如请问,还有哪里需要加强与几本片主角身旁的配角,还有十年前的林美秀,揭布着痕迹的抢去主角的风头,仿如当年港产笑片全盛时期的吴梦达,罗家英等。 另外台湾近年亦成功培植了十多位演技到未且大受欢迎的年轻演员,例如许光汉,柯震东,宋云化等,这便非日渐老龄化的香港电影圈所能轻易做到的。 说回这部《我的麻吉四个鬼》,其故事大纲和《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有点相似,同样讲述男主角遇上留恋阳间,不愿投胎的鬼魂,虽决定帮助他完成为了心愿,却在过程中也解决自己积压多年之心结。 故事细节却跟我片大一起去,拍得爽朗风趣却不胡闹,每个麻吉鬼愿望看似无厘头,却跟男主角的心结有莫大之关联,至最后谜底皆开始,更成功酝酿出悲喜交杂的幸福正能量,逗得戏院内不少观众纷纷落泪。 逼者入场部分原因便是看少雨薇,这位天使小姐是位热心助人的救护员,纵使被豪赌播成性的兄长所拖累,人不离不弃,角色激进完美,特别是她引领男主角聆听其心跳的异常,让一股暖流振奋男主角枯竭的心灵,得以重新振作。 是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的同志男主角,还以为是电影公司邀请了香港的唱片骑士少爷站真子康月杨拔道相助呢? 最后,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本频道,请在YouTube上订阅,点赞,给予正评。 谢谢。